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說話 又聊聊天 我是余榮陽 隔壁是鄭重暉 廢哥 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講講以前有些水電的供應情況 首先講起新美安大廈 最近得到澳電特別的資助 有些電力裝置已經殘破不堪 不單是電錶有問題 甚至電線 因為有些設施混合有水的設施 所以形成危險 換電力的裝置 其中已經為50棟大廈成功 換了電力的裝置 現在進行的大概有70棟大廈 未來一路都會再進行 現在就和新美安做這個 將它的裝置翻新 非常之重要 因為試過幾次是電路短路 那裡引起火燭 有一句說話不是很恰當 不過大家可能會意識到一個問題 叫做發財立品 其實這句說話 我講了電力公司那方面 我一向都是立品 不是發財才是立品 我的意思就是 一個企業當它的盈利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是很著意地回饋給用戶 因為其實澳門是很複雜 和說真的 當時沒有什麼規矩 所以變成這些大廈 其實不是大廈那條線夠不夠力 是整個供電去這一區 那個火牛房 夠不夠去到供應現代的電器 大家知道現在新的大廈 要根據法律預留空間 給澳電來做電標房 或者變電站等等 尤其是有些座數很高 第一座至第八座 大家在黑沙灣都看到一些座數比較高 而新美安 它的電力的裝置很糟糕 澳門都說有一件事好 你不敢亂動 將電標移入多少公尺 不行的 一動就犯了法律 所以你不能動的電標 但是你不動的電標 電標後 那個是屬於自己的那部份 那個電線 有些已經沒舊 或者已經超過二十年 而沒有更換 你沒有更換的時候 即是它的膠 可能已經老化 容易膠披在口 兩條電線搭起來 就會短路引起火警了 你說到這裏 我們就引伸到我們以前 是 看到電力的更加差 複雜 和簡陋 和危險 和亂了大龍 我們親眼見的 即是在六十年代 當時澳門的電力 其實也追不到社會用電的要求 而且除了不容易拿電標之外 拿到電標都不夠電力 因為你記不記得 這個年代 就很多電器 都開始在家裡流行 我問你 現在 雖然小販少了 是不是你都可能會看到 那些小販 是獲恩述 在固定小販的地方 批個電標給它 它可以在它營業 包括飲食的 那裏拉一些光管 之類 但是以前不容易的 所以究竟也是一個不對的行為 我們說回 如果大概是半世紀前 當時未轉電壓 是百一窩 現在是二百二窩 而百一窩 即是有很多家庭 沒有電標 因為它節省 或者認為我洗不起 晚上點火水燈 甚至有些 連水標都沒有 即是沒有直接的自來水 他出去擔水來吃 說回電 不知道輝哥有沒有見過 這是不對的 偷電 這個是偷電 但是當時人們認為 是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做 就是在那個電線桿那裏 電線桿當時是用槍來用 你說危不危險 是嗎 你的槍其實會著火 因為它一鎖了上面的短路 你就會有熱力 有火花 那條燒電燈燦 就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這個是偷電 偷電力公司的電 它沒有電標的 也有偷人家的電 究竟幾乎沒有什麼電梯樓 全部都是樓梯樓 除非是神主牌 有幾間大廈 或者是國際酒店 神主牌就是新麗華 酒店旁邊那裏 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 另外有些高層 小小的高層 東亞酒店 還有中央酒店 這些高層 其他地方高層幾乎是沒有的 好了 你在樓梯樓 就搭到別人在外面 那條牆 那個鳳牆 拉著那個窟底 沒有說把床放進去 全部都明白 沒有的 就拉人家兩條線出來 然後引入自己家裡 當然它做得很好 那些偷電 不能夠明顯 讓你經過看到 引入自己家裡 但它都不敢大火數 15火之類 其實這個很常見 它的後果是怎樣 我講回最危險的是偷電 偷電其實在電燈槽上面 它有些高壓電 所謂高壓電 其實都有危險的 因為高壓電 它是可以直接搭電源下去的 兩條電線搭了之後 引到它需要用電的地方 店裡也好 店裡也好 家裡也好 這裏就是曬雨淋 但一有什麼事 令到整個辣的街燈都沒有了 它曬雨淋的過程當中 因為超負荷 經常都會發高熱 高熱 冷縮熱漲之後 那個線就鬆了 越鬆 熱力越高 你只是下雨淋完 當它乾 曬一曬 已經會冷縮熱漲 但是我們看到 有些用戶 它真的不知道危險 其實入到我們家裡 是白一鍋 但上面的電其實是很強的 就叫誰 上面鬆了 上去令一令實 我看到很多 有些懂的 那些叫帶電工作 又不同 專業和不專業都不同 其實哪有這麼多專業 總之 如果電力公司人上去弄 它不是電力公司 它也偷電 如果你偷電 就不是別人叫它弄 是它家人叫它弄 其實這些發生 也有很多事 至於我剛才說 大廈偷電那些 就不是它沒有電錶 通常大廈就有了 它只不過想省自己的荷包 引入別人的線 拿來做少許夜晚照明 但都不恰當的 因為我們在說 當2002的電器流行的時候 問題就來了 先說舊的東西 舊的東西還有 你以前有沒有聽過 自己買個電錶 去那些電器器材行 去做分錶 其實是不合格的分錶 自己裝分錶 然後計算一下 用了多少電 跟那個戶主攤分 這些多數在門口 租人少的地方 就是在一個舖的門前 也有小販用這個原理 其實是不準確的 你的分錶 可能跟它的證標 行法不同 是有差異的 其實這個當然很危險 因為我不要理它計算 是否準確 第一個 第二個 大家都不懂計算 其實它應該 最高負荷是多少 所以經常形成 就會有火警的危險 是的 所以當然 隨著澳門的發展 隨著政府對這方面的重視了之後 澳門的電力 你看見很明顯 在80年代開始 一路一路都進步得很犯 還有一件事是犯法的 現在也可能存在 有些舖子拉一條電線 去到門口外面 供電給外面 有插鬚 晚上關了舖子 它可能關了那個按鈕 就不怕被外面偷電 但是這樣 有條制線出去 有時候會下雨 會潮濕 如果你是有電供應的話 是引起一定的危險的 而且電力公司是不容許這樣做的 所以以往我們用電的方式 真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 譬如有幾個區 林茂堂 石仔堆 青州 馬場那些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木屋 木屋那裡 分租到暖大籠 所以用電就用到暖大籠 所以我覺得 但是以往我們小時候 就覺得沒有什麼 最重要是有電用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個危險的狀況 其實都生活了很久 也都講講幾個階段 逐段段講比較有條理 先講未有電視的 譬如 未有電視 但是當年是百一窩 到熱天 就算沒有那麼多人裝冷氣 冷氣真的很少 部份的戲院又說 如同講韓工 冷氣開放 最初不用自己有特別的發電機 講最初 一到熱天 是否應付不了負荷呢 那整天會燒Fill 是否 燒Fill 究竟沒有水氣制 不如請阿輝講講 沒有水氣制 又燒了 又燒了保險絲 那些人怎樣做呢 其實保險絲 本身他最初設計 是一條圓線 一條金屬的圓 這條圓線 其實他們的預熱點 是很準確的 即是超過這個溫度 你出廠之前的設計 是檢測過 遇到某個溫度 就會用 是的 但是有些人 因為跳來跳去 很煩 經常要活 不如就弄一條電線 最初很幼 那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當然是壞事 所以請你講講 因為最初弄一條電線銅線 大家弄一條銅線也好 不要弄那麼粗 弄柔些 即是起到這個 所謂保險絲的作用 其實是起不到的 怎料弄一整一下 就覺得又是經常燒 不如粗些 其實這個保險絲就沒有了作用 其實這樣的時候 令到有些接近 你找東西駁掉那部份的電線 都會熱的 熱呢 那個膠會不會有可能溶呢 是會的 溶了是不是 好像我先前講 會短路 短路而不燒 就起火了 電線著火 即是引起的火警 其實很多 很多的 現在就當然 木屋 現在少了 現在少了的原因 因為整個設備的進步了 用了一個所謂水氣劑 這個就是 剛才講的 硬要找一條銅線 或者電線駁 就是 未有電視台出現的時候 已經有了 好了 到了電視台出現 當時你買不到 101W的電視機 沒有的 因為人家是為香港市場 不會為你澳門 只有十多萬人住 不會特別的 變了 你想看電視 電視要220W 起碼也要200W 那你供應是101W 甚至只有8、90W 那怎麼搞呢 增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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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就很燒得 是吧 變壓器 你要找個人看著 為什麼要看著呢 你一路路 可能供應給你70 那你要100 加多30 其實沒有看多少級 就看到錶 去到你心目中的那個 那個 架數 那就算了 但是呢 這家人出了街 他又把他的電器關掉了 電又供應多了 那火牛的增幅器 又會掉 所以以往呢 另外一個 就是 發生的火警 或者這些事故 就是火牛爆炸 那時候呢 有幾種級數的增幅器 是 有種叫做 穩壓器 穩壓器呢 他自己會調節去到幾多的 因為他裡面有個電路 令到他可以這樣 那些是貴很多的了 即是穩壓器是後期的了 是的 你知道 增幅器其實當時是土炮來的 沒有的 是自己澳門有些人 懂得電工的 他用那些線圈去做出來的 那我又繼續問你 問你 說了很多東西 整整整的那些器院 又說廣寒工 但是原來澳門的電力的供應是不夠的 那是不是那間器院索性不放呢 還是找些什麼辦法令到有冷氣呢 他自己有個發電機 就是這個最常見 在一個大堂那裡放在那裡 就是試過整部車頭 就是那些茶油機來的 就放了一個滾滾聲 其實很奇怪的 但是大家又不介意的 因為即飛城市 一間兩間三間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很多東西 你現在是想像不到的 在有冷氣之前 你記不記得有些戲院 東方之類 它有些巨型的電風扇 那個線葉就不是好像紅運線那樣轉的 而是上下擺動 或者左右擺動 左右擺動 令到你不同的位置可以量 上下擺動 就將那些空氣 讓它打暈了它 它的養份是平均的 它不是想吹上面的 而是養份的問題 以往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因為正所謂剛剛講過都是這樣 隨著一路路發展之後 發電機或者到最後 因為戲院一般都是比較輕旺的地方 所以它一路路會滿足這方面的電 插開問你一句 這樣的時候 電力公司有沒有錢賺呢 首先問你 我想電力公司有錢賺的 沒有 沒有 你記不記得因為沒有錢賺 是入不敷資 結果奧蒲政府就出馬了 入股 要那些工廠 第一是工廠 第二是其他企業去賺錢 令到它有錢賺 其實在這裡也是題外話 澳門很多公用事業 當時都是虧損的 包括巴士 包括自來水 巴士以前叫福利 沒有新字 接著就是自來水 當時我經常會想 那些公司全部被幾個知名人士全部壟斷了 覺得他們好像很壟斷 後來才清楚些知道內容 不是壟斷 原來他們是崩水下去 沒有他們 他們才能成得起 如果他們不崩水下去的話 你就沒有水 用少時間講講水 因為我們的題目都講水電當年的供應 原來很多人是沒有自來水的供應 你都應該知道 即是說是1950多年 60年左右 60年代都很多沒有 有些人去哪裡拿水 有些賣水的地方 在澳門 我早日跟輝哥說 某一個名人家裡都是開這些茶水館 茶水館都被人喝 但他也有賣水給人回去煮飯用 有些人去街喉拿 在奧普時期 這個設施我覺得挺好的 木橋街有個街喉 在荷蘭縣著仔園 接著現在有個基督教會 對面都有個街喉 因為我和阿輝哥是讀粵華的 有時放學都會在這裏經過 我們小朋友有時 去時哪有機會買飲品 那時都沒有平裝的水 我們都是喝街喉的水 我怕那支鐵 我就不服口身就喝了 講到這裏 其實澳門的水 都經過幾個明顯的轉變階段 最明顯就是 當時澳門的水 是靠松山的水潭 由高樓至低 我告訴大家 現在的新印度可能不知道 鱷魚潭 所謂鱷魚潭 總之它的名字是鱷魚潭 全民有鱷魚出現過 我就未見過 這些全民我認為都是作出來的 鱷魚潭對於我們的印象很深 因為我們一上學上松山 如果你在松山 或者上學前 或者放學後 在那裏都蠻好玩的 突然一山倒 可能不知道那裏叫鱷魚潭 如果我們面對鱷魚潭的右側 其實有個儲水池 這個儲水池 就是鱷魚水公司 不是政府 到沒有水的時間 或者定期 我也不知道 到時要請教 到底有製水 香港有製過 澳門也有製過 而且這樣 現在就標榜 因為有法國公司的幫手 澳門的水 是達到很高的衛生標準 就這樣水後水可以飲用 高過香港 但是當年不是的 你有時因為街上 可能有些東西爆了 你開了水喉的水出來 是有黃沙的 你記不記得 這是幾個原因 第一個 大喉爆了 主要的大喉爆了 第二個 就是本身那些渡新館 到期 它將新的部分沒有了 就變成鐵 還有一件事 你不煲是不行的 你記不記得 我們大概讀初中 大概 當年因為殺菌 那些水 那陣陸氣的味道很強 你有沒有印象 有有有 其實都不要說這裏 我們說二十年前 即是回歸 大概 其實澳門經常有一個 叫咸潮的騷擾 那時候喝了水 咸 咸 你會帶有另一個副產品 就是腥 咸 因為咸 它是用海水多 我再說 說出來很噁心 可能有些人都喝過 試過有個時期 死了很多海產 包括魚蝦 令到水非常腥 咸潮都可以取淡水 來混合 沒有那麼咸 近年澳門都有這樣做 現在的條件 是有這個條件 有淡水 以往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吸淡水 我們一路由珠海 一路去到中山 以往在珠海十字門吸到 這個都多謝我們和上面 供水的合約規定要這樣做 但當我們澳門喝到比較淡水的時候 大家試過有些人上去 我去某某地方喝茶 在大陸 嘩 很咸的 你記不記得 其實澳門的水服務 我最記得以前 有兩種供水方式 第一種是自來水公司 第二種 除了自己去擔水或井之外 有一些人專門去某些地方 譬如二龍后 就是車水去供應給一些茶樓 都不容易的 初期還說有些平民百姓都可以 最後供不應求 這個我都說了 有一間結束了的 叫遠來茶樓 他當年有一輛水車 穿過街道的時候 人們看到遠來寫著山水名茶 是的 他的車可能在澳門有幾個山水地方 說來說去 其實就是二龍后 但是當時二龍后 有些人用一個盈利的方式 去裝水 變成那些市民去拿水 就遠升再度了 哇 你幾十桶在那裡 我只是要 可能十公升而已 那就要等很久 所以 後期 那個水供應正常之後 二龍后就成為一個歷史 但是當時的二龍后 並非歷史 是一個很有用的供水的地方 有個短片是無線拍的 你不知道看過沒有 是林子祥介紹二龍后的水 可能有印象 其實二龍后的水 是不是山水 是山水 是不是真正山水 還是水庫流下來呢 我真的要翌日 見到智律師的朋友問一問 因為現在來到 我不說的地點 我知道地點 我免得多地人去拿 他叫你不要 我不想說個名字 所以我不想說個名字 某個地方仍然有人取水 取水有些是飲用 其實我認為不宜飲用 有些人拿來洗車 我想現在都在這裏呼籲 大家認為山水是好 其實未必的 尤其是污染了山水 你不要說我煲了就不怕了 煲了可能沒有菌 沒有病毒殺死了 但它可能含有些物質 對它健康不一定好 某些礦物 可能過多 就是不適宜你的健康 這一集 你有什麼補充 因為時間關係 有也下次 還有可以說 說到這裏 多謝輝哥